李大为为护照鞠躬道歉。我的去留由府院决定。 外交部推出的二代晶片护照内液涂样物质,前后任的领务局长都遭惩处,但前局长宫忠诚不满反击,现任部长李大为才是真正核定的人。 李大为29日特别到领务局视察,帮员工打气,他受访时也首度对外鞠躬道歉。 针对护照出包一事,现任局长陈华裕被调降参事,前任局长驻加拿大代表宫忠诚调回外交部,但宫忠诚近日纷纷向媒体表达不满,更强调现任部长李大为才是真正核定的人,他都离职一年多了,怎么会知道内液变成怎样? 不过,外交部昨天表示,此城处置行政院下令的行政处置,李大为也致电给宫忠诚说明。 李大为向国人道歉表示,新版晶片护照图片错误事情,造成对于国家、政府、外交部省私,造成国人许多不方便地方,再一次代表外交部向全体国人表达身次歉意,外交部愿意身次检讨。 而李大为被点名孔下台,他上午也特别到领务局视察,表示要替同人打气,并跟大众鞠躬道歉。 对于宫忠诚的不满,李大为则说,所有决定都是深思熟虑,也符合比例原则,是他决定后向高层报告,且经过高层批准,而他的领导风格一向是讲自下起,罚由上先的原则。 不过,宫忠诚称可能选择退休,李大为表示,他跟公共试过,又是老朋友,希望功能留下一起为国家打盘。 是否有自行处分,他表示,自己是政务官,本来就要负起责任,去留从来都不是问题,而总统蔡英文,行政院长赖清德都了解他的想法,他的去留是由府院高层决定。 至于新任驻加拿大代表,李大为表说,人选还没决定,预计元旦后再向总统报告。